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新电影低调开机,罕见挑战警察角色,搭档演员引关注。 要说这几天内与最高兴的粉丝,莫过于杨子的粉丝了, 先是杨子与经纪公司欢瑞合约到期不续, 再是时隔两年杨子新剧《女心理师》宣布定档播出。 还有杨子本人其实早早就已经悄悄进组拍摄新电影了。 在《女心理师》官宣定档的同一天, 杨子的新电影列独在青岛悄悄举办了开机仪式, 从网友曝光的路透可以看到, 当天电影的一众主创出席了开机仪式, 都是身穿黑色羽绒服站在台上, 从背后的海报可以看出分别是杨子、王千元、 尚宇贤、刘敏涛、丁海峰、李九霄。 这个阵容可以说是非常不错了。 尤其是现在电视剧演员想进入电影圈演大女主其实是比较难的, 而杨子能够在如此多的实力派中占据一番, 而且搭档的世王千元、刘敏涛等实力派, 可以说是非常优秀了。 而在开机当天, 杨子也是身穿一身黑色服装, 绑着高马尾, 非常乖巧地站在主持人旁, 并没有选择站在C位。 可以说是非常的接地气了, 据悉这一部电影讲述的是女警察、 落家当卧底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题材还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里面还有不少的动作戏, 也是让大家非常期待了。 其后就有网友爆出来了一组电影的最新路透, 从路透可以看到, 刘敏涛身穿皮草大衣配上卷发, 急匆匆地往前走, 刘敏涛整个人表情严肃, 配上动作气势十足, 一看就饰演的一个大佬的角色, 身旁还有不少群众演员在仓皇奔跑。 光看路透就知道非常的着急, 也让人好奇是什么戏份。 而杨子则是身穿黑色外套配灰色卫衣, 再加上其刘海和其肩长发, 造型还是比较普通的, 与杨子平常的私服造型非常像, 可能是正在卧底的戏份, 所以还看不出剧中饰演警察的形象。 而杨子整个人的状态也很不错, 在还没开拍的时候, 杨子站在一旁耐心地等待着, 不时巴拉着头伤的刘海, 让不少网友表示, 果然无论在什么时候, 杨子都时刻保证自己的刘海不乱。 看到这组路透, 也让人对这部电影越发地好奇, 非常期待它上映的时候了。 看到杨子新电影《猎毒》的路透, 你有什么看法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